散文《狗抓地毯》 作者周作人 美国人摩尔给某学校讲伦理学 首无奖是说动物与人之蛮性的遗留的 经英国的维里协会拿来单行出版 是一部很有趣与实意的书 它将历来宗教家 道德家 据送不绝的人间罪恶问题都归诸蛮性的遗留 以为只要知道狗抓地毯便可了解一切 我家没有地毯 已故的老狗艾斯是古兮年纪了 也没力气抓 但夏天记住过的客犬波娜与帕提 却真是每天咕哩咕哩的抓砖地 有些狗临睡还要打许多圈 这为什么缘故呢 据摩尔说 因为狗是狼变成的 在坐狼的时候 不但没有地毯 连砖地都没得睡 终日奔走觅食 卷了随地卧倒 但是山林中都是杂草 非先把它骚爬践踏过 不能睡上去 到了现在 有县城的地方可以高卧 用不着再操心了 但是老脾气还要发露出来 做那无聊的动作 在人间也有许多野蛮时代的习性留存着 本事已经无用或反而有害的东西了 唯有时仍要发动 于是成为罪恶 以及别的种种荒谬迷信的恶习 这话的确是不错的 我看普遍社会上 对于势不干净的恋爱事件 都抱有一种猛烈的憎恨 也正是蛮性的遗留之一症 这几天 是冬季的创造期 正如小孩们所说 门外的狗也正在打仗 我们家里的青大抵拖着尾巴回来 他的背上还负着好些的伤 都是先辈所给的逞创 人们同情于失恋者 或者可以说是出于扶弱的异侠心 至于憎恨得恋者的动机 却没有这样正大堂皇 实在只是一种咬轻的背脊的变相 实行禁欲的或放纵的生活的人 特别要干涉风化 便是这个原因有了 还有一层 野蛮人都有生殖崇拜的思想 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可笑 只是他们把性的现象 看得太神奇了 便生出许多古怪的风俗 弗莱泽博士的经之上讲过 种植上之性的影响很是详细 野蛮人觉得植物的生育的手续 与人类的相同 所以相信用了性行为的仪式 可以促进盗卖果实的繁衍 这种实力很多 在找挖还是如此 欧洲现在当然找不到同样的习惯了 但遗迹也还存在 如德国某地秋收的时候 割道本男父要铜在地上打几个滚 极其一粒 两性关系既有这样伟大的感应力 可以摧破动植的长养 一面也就能够防害或阻止自然的进行 所以有些部落那时又特别力行禁欲 以为否则将是猪果不食 百草不长 社会反对别人的恋爱事件 即是这种思想的重现 虽然我们看出其中含有动性的嫉妒 但还以对于性的迷信为重要分子 他们非意识地相信 两性关系有左右天行的神力 非长期的恋爱必将引起社会的灾祸 殃及全群事关生命 所以才有那样猛烈的憎恨 我们查看社会对于长期的结婚的态度 更可以明了上文所说的非谬 普通人对于性的问题都怀着不解的观念 持斋修道的人更必记新婚生产等的地方 以免醋惠 大家知道 宗教上的污秽其实是神圣的一面 多岛海的不可义的术语 太不易语 即表示此中的消息 因其含有神圣的法力 足以损害不能承受的人物 这才把它隔离 无论她是帝王 法师或成年的女子 一面危险 或称之曰污秽 污秽神圣 时事已物 或可统称为危险的力 社会喜欢管闲事 而与两性关系 为最严厉 这是什么缘故呢 我们从蛮性的遗留上着眼 可以看出 一部分出于动物求偶的本能 一部分出于野蛮人对于性的危险力的迷信 这种老祖宗的遗产 我们个人分有一份 很不容易出脱 但是借了科学的力量 知道一点实在情形 使理智可以随时自加警戒 当然有点好处 道德进步并不靠迷信之加多 而在于理性之清明 我们希望中国性道德的整治 也就不希望讯条的增加 只希望知识的解放与趣味的修养 科学之光与艺术之空气 几时才能侵入青年的心理 造成一种新的两性观念 我们鉴于所谓西方文明国的大势 若不是自信本国得天独厚 一时似乎没有什么希望 然而 说也不能不姑且说说耳 谢谢观看